弄这出什么 谢谢 小姐 你怎么了 秦朗 秦朗 他在台湾你无用不提他干嘛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现在 门口 大老爷跑过来 那我们要不要请他进来坐一下 不要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会再见到他 我 我不晓得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 我还该不该跟他见面 我 我大人跑来找你 你把门关起来什么意思啊 我 我大人跑来找你 你一句话说不出来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突然跑来对我这么凶什么意思啊 我 我先问你 你在这里干嘛 你不是跟影上通回来了吗 你刚刚拿扫把干嘛 你这种人扫什么地啊 什么叫我这种人啊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 明明过不惯苦生活的大小姐 好不容易回来上海 不好好享福 在我家的时候都没看过你扫过地 是怎样 觉得把你求人游戏很好玩是不是啊 你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耶 什么叫扮穷人的游戏 我打扫干你屁事啊 的确是不关我的事啊 那你来干嘛 要不是阿嬷叫我来 我才不愿意来了 那你到底来干嘛 我是可怜你没地方坐 怕你流浪街头了 我余欣雷 在上海有朋友 还不至于落魄到那种地步 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 再见 拜拜 请烂了 走了 大老爷爷跑过来就这样走了 莫名其妙 他竟然特地来跑来跟我说 他找我 是因为怕我没有地方住流落街头 真的是太过分了 所以你一气之下就把他赶走了 不然我还请他进来喝茶 欣雷 我觉得 你从台湾回来以后变了 变得不一样了 是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打扫 可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你一直在不停地打扫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我住你家 你不收我房租 我本来就应该帮忙做家事啊 可是 我不懂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住 不住在山东家呢 我跟山东之间的关系 我还需要时间想清楚 你还需要想清楚什么吗 难道你不明白山东对你的心意吗 当初 你远去台湾 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知道吗 他每天跑来公司找我 就为了希望我能告诉他你在台湾的地址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山东 他变得忧郁沉默 失魂落魄 有一天 他告诉我 他梦到你坐的小船 漂流在海上 你哭着叫他的名字 他哭着醒过来 整夜无法入睡 山东说 他不能让你在外面吃苦 每次看到他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 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 他对你的爱 新来 不要在身上冻了气好不好 他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他是逼不得已啊 不要再说了 我要出门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出去找工作 因为做人要真才实料 因为我想要认真工作 因为阿嬷说 我应该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 你 我 你 你